雅加达省政府将对社区普遍担忧的非法停车违法行为采取严厉措施 为此省交通部门将与雅加达警署及执法机构进行协调 对该举措雅加达民众以及非法停车工作者是如何看待的 来看相关报道 雅加达交通局局长夏福林表示 针对雅加达便利店前非法停车工作者这一事 雅加达交通局不仅与雅加达警局协调 还会与检察官与法院进行沟通 根据规定便利店的停车是免费的 但实际上许多非法停车的工作者却私自收取顾客的停车费 夏福林说非法停车工作者属于轻罪 如果他们还在便利店收费将会在现场受审 并且通过与检察官和法院协调给予法律上的惩罚 关于具体的惩罚以及非法停车工作者的位置 目前正在与相关的部门协调 在哪里面协调 我们将会行动体制券法律的行动 我们将会行动体制券法律的行动 通过与检察官和法律的行动体制券法律的行动方法律的行动 对于该举措,许多养家大民众表示赞赏及支持 与此同时,一些非法停车工作者对此感到失望 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将失去工作 他们表示,在收取顾客停车费的同时 也能看好他们的汽车 且从未强迫顾客支付停车费 他们都是自愿的 公共政策观察员图鲁布斯评估了 小超市区域非法停车现象的增加 是因超市管理层 不想花费更多的钱 额外招聘停车管理员 省政府被认为有意忽略关注此事 鲁布斯表示 省政府应该颁布全面合法且透明的政策 以解决非法停车的问题 美图新闻,正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数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